为全力支援湖北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疗救治工作 福建省组派援助湖北医疗队 今天下午五点左右 我是参与的首批17名医护人员出征 下午四点多 17名即将出征 迟远武汉的厦门医疗队队员陆续抵达集结点 进行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来自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病医院的薛克盈 被任命为医疗队队长 一到现场 他就组织即将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建起了工作群 方便后续沟通与配合 薛克盈说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他将带领队员们在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 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这场战役 国家有那么大的信心是吧 我们一无人愿意也是这么努力 我想这个疫情一定能够克服过去的 刘慧恒是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ICU的一名副主任医师 今天上午 刚下夜班的他就收到了驰援武汉的任务 他说 家人给予了充分理解与支持 单位也为他们从头到脚都准备了防护物资 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对于这次的任务 他充满了信心 今天丈夫赵冠金准备出发 同样来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院呼吸内科的妻子 薛盈平也来送行 这次的出行我是个人真的是会有一些担心顾虑 但我想作为一个医务人员 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跟医务 所以我也为他感到很自豪 希望他好好地平安地回来 据了解 此次福建省组派援助湖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医疗队 第一批医务人员145名 厦门市承担17名 其中医师9名 护理人员8名 后备护理人员50名 厦门承担5名 其中厦门大学附属第一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北京中药大学厦门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医院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厦门市第三医院 厦门市第五医院 厦门海仓医院 厦门鸿爱医院 均派出医务人员参与 希望我们用所学所用 能够帮助他们 做好我们护理的同时 也做好他们的打算这场心理战 带着厦门就是这些医疗系统 大家的祝福和牵挂 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 凯旋归来 下午5点45分 在家人与同事的祝福下 首批医护人员正式出发前往福州 在与省医疗队会合后 他们将立即奔赴武汉 展开救援任务 本台记者报道